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女子嘛 这还用说吗 当然是左倾鸾了 其他弟子定会因为秀伟所限 不敢与之争锋 除了他还能有谁 你呀 我才不想 不是 你怎么回事 你想啊 如果他和君老大 这两个人表演双人舞剑 难道你不嫉妒啊 我干嘛嫉妒 不是 前两天不还好好的吗 这女儿家的心思 可真难猜呀 参见圣后 勉礼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神采飞扬 眉宇间正气凛然 本座很是欣慰 你们可是军武学院学子的代表 也是前缘大陆 也是前缘大陆未来的希望 对呀 爱热闹 又说想趁此机会 看看新一届学子的风采 圣君甚厚 如此爱民如此 对年轻弟子关怀备致 真是君武一族之福分啊 这男弟子代表 思以为定是非君定下莫属 至于这女弟子嘛 竟然是青鸾师姐了 要说这德才兼备 能与君殿下同台表演的 除了她还能有谁呀 穆瑶 圣后面前休得妄言 青鸾是极好的孩子 本座很是喜欢 如若他与圣子相配的话 圣君看了想必也会高兴得很 如此加配 今年圣后的授点定会出彩无比 回禀圣后 我有一个提议 圣子有何提议呀 可设下擂台 从今日起至圣后生辰 学院女弟子均可挑战切磋 好比车轮战 最终获胜者即为表演人选 圣子的提议必然是好的 不知你主意哪位女弟子啊 儿臣并没有什么特别要推荐的人选 只是觉得如果草草定下 恐不能服众 应以能者拒之 圣子所言不无道理 那就这么定了 倘若未有弟子挑战成功 人选便依然是 你和青鸾 本座甚是期待啊